你好 欢迎收看航交论 我是杜占林 尽管封锁严重打击业务产能 但是结案科技表示 汽车和工业业务已经在9月全面恢复运作 汽车业务新客户方面 该公司已经提交了价值6500万美元的报价单 估计能够带来20%到30%的项目 工业业务方面产能也恢复到全省时期 至于新项目已经有价值80万令吉的 电动汽车外壳订单完成交付 另外该公司也获得价值1400万令吉的 5G测试设备项目 至于新的美国半导体客户 部分零件已经通过认证 并将在今年末季大量生产 不过由于管空力影响该公司第三季的表现 新业图航研究还是将金明财政年的净率预测 分别下调14.5%和3% 同时下修目标价值20级39仙 维持买入评级